大家好,我是法蘭爸 北京中醫藥大學中醫碩士 物理治療師,同時也是職業中的推拿師 歡迎回到二十四節氣養生食藥特別企劃的單元 在進入正題之前,如果你喜歡法蘭爸的特別企劃 養生食藥,然後隨著季節轉換 還有可以幫你做一些養生調理的食譜 你喜歡這一套系列的話,記得去訂閱、喜歡、分享 然後按鈴鐺 石林已經即將進入秋天的寒露 那每到了秋冬這個季節 境外的污染物就開始跟著進入我們台灣的中南部的地方 所以在中南部的家長們都會特別擔心小朋友 在秋冬季節這個時候 在學校啊,在戶外的一個空氣污染的一個狀況 所以我們去年為大家介紹了一道叫做 魚心草蔥蛋湯 我們可以看右上角的那個連結 我們會把連結放在右上角這邊 魚心草蔥蛋湯它是一個比較好的 然後對小朋友他們也能夠比較接受的一種 有點類似像甜點甜湯類的中醫食料 可以幫助他們把吸入過多的一些塵埃 甚至那個叫做PM2.5這種東西 透過我們體內的機制用中醫的方法 然後排用排毒排彈出來 那因為這種沖淡花的這種方法 並不是很適合在說上班族啊 在辦公的時候你帶著出去飲用 所以我們今天特別為大家介紹這一道叫做 乾急濾茶飲 那這道乾急飲 它是來自於醫生張重疾的經激藥院裡面的一道 幫助我們肺部排出 幫助我們肺部排出過多 我們肺部裡面所積累的一些彈液的一道骨方 那後來它有一些演變有一些加減 那我們今天取的是最古蹈的最簡單的一個方 它的一個說使用的藥材非常簡單 就只有乾草和雞梗 它乾急湯它原本的一個藥品就是這樣子 那因為我們要為了要口感上 或是我們要喝的比較順口 我們不是把它當治療來用 我們是當預防來用的時候 我們可以適當的加綠茶 那適當的比例配合之後 它煮出來的一個乾急綠茶湯 它就可以有效的幫我們預防PA2.5 可以幫助我們抵抗空隙中的污染這些不好的東西 可以健全我們的肺部 可以清熱解毒排檀 養陰排容 那我們今天所要準備的材料非常簡單 就是乾草雞梗和綠茶 那因為我今天是要用煮的方法 用煮的方法的話我準備的是 三錢的乾草 然後二錢的極梗 然後兩包到三包的那個綠茶茶包 那假如說你是要隨身攜帶的時候 我們會建議減半 減半大概是多少 大概是一錢到一錢半的乾草 然後一錢的極梗 就是1.5比1或是1比1的一個比例 一錢一錢然後綠茶一包 然後一起放到那個保溫品 或是那種大次杯裡面 沖上大概300、500cc的水 那我們今天的話是用煮的杯的 就是量稍微大一點 我們煮成一壺 那一壺的話就可以大家分著喝 其實製作非常簡單 把藥材準備好 然後把它煮開了 這樣就可以了 那不如說那我們開始來製作吧 好我們來煮這個乾極綠茶飲 那首先我們先把綠茶拆開 那我們因為要丟進去 所以我們把這個線頭就把它剪掉 這個就先不用 那我比較喜歡綠茶的味道重一點 所以我準備的是三包 那個大概是800cc的水 800、900cc的水用三包的綠茶 那如果說你喜歡淡一點的綠茶味也可以 那就準備兩包的亮眼就可以了 好 然後是甘草 這裡是山前的甘草 那甘草放 甘草的話它其實本身它就有一個 對我們肺部 這個叫做 它本身就可以對我們肺部的 排彈有一個很好的一個效果 然後加上幾梗 它幾梗上型的一個藥 藥性 更容易會幫助我們把整個體的藥味 藥性把它從上面把它排出來 所以這是兩千的幾梗 放進去 這裡是800cc的水 加進去 大火煮滾之後再關小火 再關小火再煮個三分鐘五分鐘 這樣就可以了 我們耐心來等待吧 在等的時候 這邊有一杯先 昨天先泡好的 昨天買藥材的時候 就已經先準備好的那個 乾脊綠茶飲 然後這裡是第二充第三充了 那 昨天買的時候其實空污就還蠻嚴重的 因為有收到那個手機APP就有提醒說 境外污染物期間要自買 所以 昨天買了藥材之後就馬上 馬上準備了一杯 然後昨天就喝 然後讓整個喉嚨比較有刺激性癢癢的 喝起來的口感還蠻不錯的 等一下 等這一杯煮好的時候 我們再比較看看這兩個 有什麼味道有什麼差異 再等一會吧 好,所以我們讓它 裝小火再滾一下 今天來試喝的這個叫做 乾脊綠茶飲 它就是主要是由乾草 脊梗再加綠茶包 我泡的 我們用煮的 那當然你也可以像我這個樣子 先用這個大瓷杯 保温杯 用泡的也可以 那泡的話記得要泡 時間久一點 大概五六分鐘 十分鐘之後再開車 讓你藥性出來一點 那煮的話 也是一樣 煮開了它的味道會比較濃一點 來試喝看看 煮出來的它的味道可能會 它整體就會感覺比較濃一點 然後乾草的味道煮出來其實是蠻甘甜的 可以試喝看看 那我先喝這個 這個是用泡的 會味道比較淡一點 它很燙耶 那你要不要吹一吹 可能要等個五分鐘 等個五分鐘 等個五分鐘 那我們快走 還是我先喝 你先喝這個 你先喝那個用沖泡的 這個味道有點油耶 對這個用煮出 因為這個現煮的 那個是已經算是第三泡了 所以味道比較沒有那麼重 現煮的那個味道 乾草的味道和那個雞根的味道還蠻重的 還蠻重的 綠茶的味道 有一點 但不是那麼明顯 對 喝起來怎麼樣 快開水 因為它比較淡耶 有啊它還是有一點那個 乾草的味道 乾乾的甜甜的 對 OK 我試試看看這個 好燙 嗯 它那個味道大概在比它大概浓個1.5杯左右 然後 一喝下去整個喉嚨就整個生 就是我們中英講的要生精 只能為就生精出來 然後如果說你這個時候是 講話講太多喉嚨受傷 或者是說你那種外面空氣污染 剛剛吃完飯回來 外面空氣真的很糟糕 這個時候來喝一點這個 然後可以有一點 喉嚨肺 喉腔這邊能夠增加一些濕潤的程度 這個東西把它排出來其實是蠻好的 我再喝一口 你要不要再試試看 應該是可以的啦 濃很多吧 對 它乾甜味也比較重 嗯哼 吃了喝下去就厚了就比較的那種 那種 生精反乾的那種感覺就會出來 我覺得厚比較順暢 就不會那種毛毛糟糟的那種感覺 如果說這個是非常簡單的一個藥方 你只要準備好 然後放在夾鏈袋裡面 綠茶、乾草、幾個 一個夾鏈袋放個一千 大概就是3.75、3.5公克的那個乾草 3.1千的那個幾個 然後跟一個綠茶、茶包放在一起 那你這樣一袋一袋的準備好 就可以帶到 到辦公的地方到上班的地方 你知道嗎 覺得後來不舒服的把它拆開來 跟綠茶一起泡 它那個一個效用是蠻迅速的 可以很快的就是幫你把這些 因為空氣污染 或是讓你那種刺激猴 猴腔肺部的那種 上呼吸到不舒服的情況 就會很快能夠把它壓制下去 或者是幫助你預防這樣子的一個情況 有喝了嗎 有喝了 好喝嗎 我覺得是蠻適合給上班族使用 尤其是這個秋冬 中南部空污的季節 是真的一個很棒的一個差異 所以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按讚喜歡 還有什麼 分享 還有呢 打開 打開小鈴鐺 OK 掰掰 掰掰